我膠帶死起來之後 因為連續做完九天活動 我就直接出國去日本了 我就發現全身好癢… 然後就變成照片裡面那個 代表嚇到這側面 這側面 好燦喔 不然呢 是 我怕大家說怎麼這麼平 這比起疹子還嚴重 它是凸的 它目前是凸的 很凸 然後很痛 那羽柔呢 羽柔的工作應該常常有需要 我跟妳講 我真的很討厭 擠胸部這件事情 可是妳的工作必須 如果必須 比方說要拍一個平面或什麼 或者是接到一個 也是那種什麼車展 然後廠商可能有要求 我曾經真的被要求到 我覺得已經這樣夠了 他說那妳可不可以 稍微擠一下 我說好 然後我就墊了一個 一層NewBRA 墊上去其實我自己也看到夠了 他說可不可以再多一點 我發誓我擠到後面 我變鬥雞眼 他也覺得不夠 我想說要多誇張 然後好 反正因為 因為有時候工作時間很長 因為他都被佩佩養壞了 他只會頂到下巴這種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鎖骨 鎖骨 真的不是說他很大就漂亮 他的比例就好看 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歡 但有時候一擠下來 一年下來 一整天 就跟剛剛佩佩講的一樣 就是妳晚上回到家撕下來 就是長疹子 針對胸部 妳有什麼屬於自己的 特別的保養方式 因為我就現在在健身 然後很多人其實女生聽到說 如果做重量在胸部這邊 會變胸肌 就是不是練胸大肌嗎 對 然後大家都會怕 可是其實如果你重量 不要做到這麼重 你只要是稍微輕輕的 你在做維持的動作 它其實可以幫你集中跟讓它挺 對 反而更好 對 不能過重就對了 但不要負重 因為我真的是有點太誇張了 就不要學我 我之前有一個就是 我上就是體操課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老師他胸部不大 但是他沒有穿低胸也可以看得到勾 然後我就問他說 大家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他就跟我說 我那時候高中 他就跟我說 你就只要每天一堂課的時間 然後這樣子就是腳開開的 你就一邊再上地理課 上歷史課也好 對 妳好像結婚尺度是比較大的 對 妳好像結婚尺度是比較大 對 妳好像結婚尺度是比較大 現在腳要開成這樣子 我們攝影師都不好意思 拍哪裡 沒有 這個動作一定要腳開 不好意思… 然後穿安全褲 他說用右手擠 左膝蓋 左手擠 右膝蓋 就是妳上國文課也好 數學課也好 妳就這樣子推一堂課 然後就會有 國文課或數學課這樣子推 就在桌子底下 全班都這樣子 老師怎麼有辦法好好上課呢 領子很高 妳知道學生領子都很高 國文老師都講錯了 對 國文老師在教英文 不知道在講什麼 真的 雨柔剛剛講那個美胸 小小也開始在學 可以教大家一下 趕快教我們一下 示範一下 就示範兩個動作給大家看 大家在家裡可以做 因為在家裡 大家都可以拿到寶特瓶 對 然後裡面妳就裝水 然後其實裝了這個水 重量不會到太重 然後女生也可以負擔 也不會受傷 然後我先教大家 第一個動作就是 妳可以弓箭步 然後妳就只要把手這樣打開 但妳要保持 就不要讓它鎖死 不可以這樣 妳要讓它有彈性就對了 對 要有彈性 然後妳就只要這樣往前 45度就好 就只要這樣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只要這樣 妳會覺得胸部酸酸 但是重點來了 在妳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妳要看我的肩膀 我沒有這樣 我沒有這樣 這樣妳會用到別的力氣 所以肩膀要放鬆 肩膀固定 肩膀要固定 一定要鎖 固定 固定好之後 再來做這個動作 再來做這個動作 妳才會發現 其實妳是用到胸部這邊 肌肉的力量 在做夾 對 就只要這樣 然後妳一天就是 可能做20個 做個四組就好了 第二個 那個 我們就躺著 好 躺平之後呢 這樣看得到我的肩膀嗎 這樣看得到我的肩膀嗎 我們都沒有在看肩膀 對 好 看我的肩膀喔 肩膀要貼著 不要離開 肩膀要貼著 不要離開 然後呢 妳就只要這樣 把妳的水平往上舉 OK 就只要這樣 這個動作 就只要做這個動作 妳就會發現這邊胸部是緊緊的 對 妳就只要 但肩膀不可以 位置不準 也不要把它鬆起來 然後妳就把它貼平在地板上面 然後就做這個動作 就只要一直重複做這個動作 對 妳就也一樣 大概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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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四組就好了 OK 謝謝雨柔 教我們的示範 好 所以妳 妳為什麼看完之後眉頭皺成這樣 對 是很累 不是 妳 好像我們在安慰自己 我之前 我就是錄影前 我就跟小小魚說 我跟你說 就是我後來看到網絡上統計 男生他其實不喜歡 太有肌肉的女生 他們喜歡溫柔的 我就跟小小魚說 我就在安慰自己 也是 安慰自己 妳剛剛是把戒 妳有看到雨柔背上有戒嗎 沒有 她很健康 女生很喜歡 可是有時候工作真的沒辦法 有一些廣告 他們準備的衣服是平口的 誰胸部長在這 那個平口真的不太可能 因為妳胸部一定是在這邊 然後那個廠商他說 因為我們的活動的舞台 很大很大 對 然後觀眾離得很遠很遠 所以如果穿平口的 然後在這邊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希望 超難的 這太為難人了吧 超級痛苦 妳下次跟她講說 妳回去叫妳太太擠看看 他們廠商都女生 廠商都女生 沒有 廠商通常都會 派女生出來講這個事 不會叫男生出來講 女生還在為難女生 然後因為他們一群姐姐就是 因為還是要效果好 然後她的目標是男性客戶 所以希望有這樣的效果 然後我真的沒辦法 那怎麼辦 然後她後面有點露背 所以我是穿那種 透明肩帶的內衣 然後小兩個尺寸的 我穿A罩杯的內衣 然後把那個肉變得很緊這樣 然後就很高這樣 可是因為那個活動太久了 所以我穿完背部也是像沛沛那樣 就是過敏 可是像妳 我覺得可能要比一般 我們沒有負擔的人 更需要努力照顧自己的胸型 對不對 因為負擔比較有 所以就會變成說 是也怕她狀況變不好 對 我覺得有一個方法滿輕鬆的 然後我覺得滿有效的 就是食補 就是吃青木瓜 但是不要加很鹹的一些料理 對 然後還有喝無糖的木瓜 切木瓜怎麼吃 就煮糖嗎 切成絲 我切成絲 我切成絲 妳是涼拌 然後用醋 直接做涼拌沙拉就對了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對 然後不要加那個千島醬那個都不要 請問一下邱醫師 因為藝人當然為了工作 他一定要把事業線擠出來 但是這樣勉強的擠出來好嗎 妳經常擠壓胸部 為了調整事業線 它可能產生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妳這樣擠壓的時候 背擠的地方會怎麼樣 缺氧 缺血 你知道我舉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我們有臥病在床的那些植物人 我們一定不能讓他們維持 同一個姿勢太久對不對 兩個小時一定要翻身派背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皮膚 一直被壓迫的時候 時間超過兩個小時 它循環不夠了 組織就開始壞死 像剛剛佩佩那個 那個還是小個意思 有的更嚴重會造成 整個蜂魔組織炎整個潰爛 對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譬如說妳這樣子長期擠壓的話 妳呼吸會受限 因為它很緊 真的會 會覺得胸悶 每次都覺得呼吸不過來 就會這樣 高速的時候都要偷喘氣 太緊 我還不敢大笑 如果穿太緊的話 如果大笑就不要哭 然後妳知道嗎 因為我穿A罩胚胃位 然後勒胸鼠 好羨慕喔 妳可以看到嗎 我很羨慕 不敢大笑 那到底會不會引起乳房的病變 現在還沒有肯定的醫學報導 不過我確認 一定是對健康不好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任何一個地方 長期壓迫一定會導致一些問題 對 了解 請問一下邱醫師 用擠的妳說不好 那我用吃的 吃一些美胸的食物 美胸的飲品 美胸的糖果 真的可以美胸嗎 基本上這些能夠 號稱能夠美胸的產品 它通常都有兩個成分 一個就是有膠原蛋白 補充你的營養對不對 第二個它會有一些類似磁激素的效果 你知道乳腺要怎麼才能變大 一定要有脂肪跟乳腺兩個組織 那脂肪要增加一定要有熱量 它脂肪才會增加 膠原蛋白是希望達到 能夠增加這邊QQ 彈性的效果 對 但是膠原蛋白也是蛋白 通常它到了胃部被消化分解 大概真正能夠完全吸收的不到一半 就算這一半被吸收以後 能不能到胸部 對不起 不一定 對不對 那好 講到另外一個類磁激素的成分 對 我告訴你 類磁激素的成分 如果長期吃 當然也許刺激到你的乳腺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它是不是類似那種打荷爾蒙的 有點類似 但是我想這種糖果或者這種產品 基本上沒有那麼高的濃度 對不對 那我建議 而且你知道現在食安問題一大堆 它那個廠商生產的過程 到底有沒有問題不知道 還是是真食物的安全 對 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就吃天然一點的食品 像剛剛有人吃青木瓜牛奶對不對 裡面有一些蛋白質還不錯 那還可以基本上 現在醫學上有驗證的就是 像大豆黃豆製品這種 豆漿或者豆腐 這東西裡面有大豆液黃銅 對 對 它是一種天然的磁激素 它對女生的胸部很棒 甚至可以預防骨質疏鬆的問題 對 所以不妨吃一吃 好 那剛剛雨柔非常的大方 跟我們分享了 她如何去保持這個胸部的線條 這麼美 可是現在我們的楊老師 也要來教教大家好不好 來 請楊老師教教我們 好 她的手的話 就會有一點是像這樣圓弧狀 類似網天花板 然後當妳的手往胸口進來的時候 妳的手肘會拉開 然後妳的手再往後拉的時候 然後再把妳的脊椎整個帶回來 好 然後再一次 我們整個在拉的時候 胸椎整個往後推 讓妳的胸肌整個做到最大收縮 然後妳再往後拉的時候 再往旁邊的時候 妳的胸形會一收一放 我們連續做三個看看 好 盡量整個勾進來 好 然後雙手往後拉開 然後再往旁邊 好 再來整個再勾進來 這樣有練到胸喔 好 來 你們這個動作的話 勾進來的時候 妳的胸口是整個合進來的 所以胸部的肌肉群是收縮到底 然後妳往兩邊拉開的時候 我們的胸肌又整個是被妳滑開來的 所以它的原理就是 我整個動作都是收到底拉到開 收到底拉到開 它的原理跟宇柔的原理不一樣 對 但是在做的時候 它就變成妳站起來的時候 隨時隨地想到 又可以做個五個 十個以後 好 再繼續坐下來做妳的工作 所以胸部是可以 隨時隨地運動的 好 了解 謝謝楊老師 謝謝 這個時候就感覺男生真的很好 什麼都不用顧了對不對 對 沒有這個困擾 肚子就可以了 對 不過因為氣溫越來越高 顧好典禮 事宜 夏天妳除了穿比基尼以外 今天妳會穿迷你裙 穿短裙 這個時候眉腿就很重要了 眉腿吸不吸睛 它一定會有一個比例 今天來告訴我們 是的 大家都以為腿越細越好 但不是 我們現在一起來目測檢視一下 太胖太多都是奧 我們看一下五點的眉腿檢視法 就是看到這裡 這裡跟這裡 這裡 五個地方可不可以碰在一起呢 好 這個要請我們邱醫師 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五點就能夠判斷出 這個美腿還是不美的腿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太胖太瘦當然不好 但是過細的腿聽說會短命 好 我們先看這一張圖 事實上這一張圖是檢測我們的大腿 脂肪還有這個大腿的形狀 值不值做一個很好的參考 大家看它上面有1 2 3 4 5 就是你把你的兩隻腿並攏 靠在一起 靠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應該正常的話 會露出三個縫隙有沒有看到 有 膝蓋上方跟大腿中間有一個縫隙 然後膝蓋跟小腿肚的中間 有一個縫隙 對不對 小腿肚跟懷關節這邊 還有一個縫隙 好 所以這張圖就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你真的是出現這樣的縫隙 代表第一個 你的腿是很直的 完美 第二個 你的腿不會太粗也不會太細 但是因為基本上現在的女生 都很希望腿要越細越漂亮 所以他們都會希望在第一點 就是那個我們講會音部那個地方 會希望開一點 不要碰到 對 不要碰到 因為她會覺得說 分開的話穿牛仔褲會比較美一點 更好看 對 會比較漂亮 第二個 第三點那個地方 現在我們像台灣女生 或者是亞洲的女性 都很希望怎麼樣 小腿越細越漂亮 對 尤其是什麼 亞洲那些少女時代 她們那些戴起一個瘦腿的風潮 所以那個地方如果你靠在一起 代表你的腿肌是比較發達的 所以這個太胖 或者骨頭歪不直 都會讓它看起來沒有那麼美 剛剛憲哥有提到說 那是不是腿越細就越好呢 其實不一定 現在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 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追蹤12年 3000個人的調查的結果 發現說如果一個人的腿圍 我們講腿圍是指大腿的腿圍 這一圈 腿圍如果小於60公分 越細反而越容易早死 對 甚至瘦到46公分以下 她的死亡率是 真的喔 菲菲分享瘦腿跳的時候 過程好限制極喔 我這裡 做這個動作是有效的囉 是有效 非常有效 有人心嗎 你知道在哭起來的時候 男生都知道 對嗎 菲菲今天想要跟不限制極的 可是菲菲相當臉紅 你知道嗎